新型冠狀病毒綜合報導 灣區確診數字破千 紐約每三天翻一倍 灣區今日最新確診數字是1014例 比昨天增加了163例 多個院是雙位數增長 Santa Clara院增長了54例 三藩市增加了21例 Sematel院新增19例 Contra Costa院新增15例 Alameda院新增13例 加州現在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100例 根據全國疾控中心CDC每天中午更新的數據 美國目前總確診數是44,183例 不過這個數字只是搜集到前一天的下午4點 今日早上Santa Clara院官員 估計原來最多會有1萬人感染 截止到星期一為止 原的公共衛生局化驗室內 一共只測試了674人 而且每天的化驗上限只有100 Santa Clara院的死亡數字繼續上升 已經增加到16例 多了3人死亡 Alameda院今天也出現了第二宗死亡病例 灣區七個院政府 包括新凡市 Alameda Contra Costa Santa Clara院和Palais 共同宣布 要求全部的商業和學校實驗室 公布所有的測試結果 之前所有的實驗室 只需要匯報結果呈陽性的化驗報告 因此公共衛生部門根本就不知道 究竟一共有多少人接受過新型冠狀病毒化驗 同時又要求將測試者的部分所在地訊息 分享給衛生局 三藩市警方今天宣布一名警長 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他是隸屬於特別受害者調查小組 他上星期五感到不惜於是請假 而他的同事也報告不惜 在家自我隔離中 不過警方表示之前採取了輪流上班 減少了感染的機會 特別受害調查小組也從星期一開始關閉非預約服務 美國郵政USPS表示 要在灣區招併1,000人 才可以滿足現在的送貨需求 白宮今天建議 凡是離開紐約州的市民要自我隔離14天 紐約州州長庫阿摩表示 州內的確診人數每3天就翻一倍 同時批評聯邦運送的物資不足 例如紐約市需要3萬個通風設備 但聯邦只給了400個 不過特朗普總統就在昨天的一個視像社區會議中 批評紐約沒有在之前價格便宜的時候 就買足夠的通風設備 同一個會議中 總統特朗普表示 自己的社交距離限制和商業禁令 很快就會解禁 兩個星期已經足夠 不過今天下午他又表示 最重視的還是民眾的健康 不代表重開商業就不注意健康問題 他在今天表示期待可以一復活節 也就是說4月中旬之前就可以重新開放邊境 不過全球疫情繼續惡化 印度總理宣布全國居民都要留在家21天 防止新型冠狀病到擴散 東京奧運宣布延後一年 在2021年下軌舉行 中國宣布4月8日武漢會正式解封 天下維持記者文尼娜報道